位于清水敖峰山上的偏乡小校大洋国小 全校大约有百多位的学生 为了充实校内的艺文展演空间 地方争取到了270万元的经费 将这个旧礼堂改建成了缤纷的新勤洋艺馆 而佩格校庆100周年也举行了街牌仪式 这馆内也展出了在地工人画家孙桂德的画作 作为开馆展览 场面相当的热闹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 众人拉下彩球 开心为校内的新勤洋艺馆街牌 位于清水敖峰山上的大洋国小 过去苦无完善的室内活动空间 供全校百位师生使用 幸亏在地方的争取下 以270万元的经费 将旧式的礼堂改建 也特地选在今年校庆100年的时间 街牌启用 新勤洋艺馆的设计是由我们大杜山大洋地区 四个特色为设计的主轴 第一个是飞机 第二个是红土 第三个是我们的峡谷赤牛 再来就是我们的物场 将来可以当作孩子们室内活动的空间 也可以办理各项演讲跟艺文的展览活动 当然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议长 以及我们作为议会同仁的一个支持 我想学校的各项建设是硬体软体 我们所有的议员们 大家都会共同的来努力 当然最重要就是要创造给我们孩子一个 更好更棒的教育空间 馆内天花板以飞机树木等充满童趣的造型设计 提供师生未来展演和活动的空间 而开馆首日 校方也特地选了在地工人画家 同时也是校友孙贵德的一作 透过油画来呈现大渡山的美 画出农友 铅牛 物农等景色 让师生一同欣赏在底的文化和艺术 那孙先生是大洋国小的杰柱校友 那他无视自通 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成就 特别他的艺术元素呢 完全以大洋地区所谓脚踏红图 头顶青天 大洋人那种坚韧 毅力不拔的精神为核心 除了爸爸他是一个绘画的艺术家之外呢 他平常也是一位工人 工人 然后所以他会用他的技术 然后做出一比一的恰骨 对 铁雕艺术 然后我们可以在整个场馆外面的入口处可以看见 那只牛非常的虚虚如生这样子 画作展期到3月28日 校方希望新勤洋艺馆 未来能替校园注入更多丰富耀眼的作品 启发孩子的艺术鉴赏 与无限的创作能力 记者南威台中采访报道